第一天比賽結束後 布魯士編帶著大家前往休息的旅館 大家今天都表現得很好 面對不一樣的對手 能採取不同的應對方式 妹妹們也都有拿捏好力道 沒有造成敵人生命危險 很好 今天真的辛苦了 旅館馬上就到了 照這個路線 這次的旅館還是10年前那間嗎 還是10年前的間喔 但這次我也會讓選手們好好休息 迎接每一天的比賽 我們砸了重本 將旅館房間進行了大改造 哇!大改造! 聽起來很讚耶 我們到了 就是這間 湯馬微笑旅館 已經幫你們check in了 這是你們的房卡 只要對著門把刷一下 門就會開了 我們就直接打電梯 提望8樓你們的房間吧 話說不是 叔叔 你說的大改造是指哪裡啊 10年前的旅館房間 只有普通枕頭被紙 還有普通的房間 但這次 我們加入了本旅特色 就是這間房間了 各位請看 湯馬是一夜好眠好畫窗包透主 有一堆湯馬式的陪伴 可以讓你安心入睡喔 50年間的旅館 然後行李已經幫你們都安置好了 對了 這間旅館外面也有很多美食餐廳 一定能填飽各位飢餓的肚子的 我對你那些所謂的美食 會有一點懷疑 把你們好好休息 明天早上我會再來接你們前往會場 今天大家都表現得很棒喔 謝謝你今天的幫忙 尤其是管家姐姐在比賽場地睡著的眉眼 毫不畏懼 優先騎兒租的空氣泡威鞋 更是讓我印象深刻啊 好謝謝 你可以離開了 你們在房間等我一下 我去櫃台要求換回正常的枕頭和被子 看來叔叔也無法接受這些戀奇的床具 換完整套棉被和恐怖的床頭板之後 大家便各自選好了自己要睡的床鋪 OK 那這幾天的床位就這樣子定囉 這樣子妹妹們睡覺時 身旁都有人防止他們夢遊失控的人 夢遊失控 還好我是睡真子旁邊 不然我應該會半夜被拆死 走吧 我們去外面吃晚餐 好好補充大家的體力 你好 歡迎光臨紅麻德餐廳 這個餐廳的名字好像在爆出貨 我們這裡有提供日式料理和美式料理哦 什麼 竟然有日式料理和美式料理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很多耶 這是你的美式季哦 螺絲套餐 祝你用餐愉快 哇看起來好好吃哦 謝謝你 看來我們是火不夠明天啊 怎麼辦 看菜單真的沒有一個人吃的耶 放心吧 這種時候我們從真是一族帶來的東西 就派上用場了 哇 這間叫磨龍上夫肉耶 這裡雖然沒有我們人吃的 但確認請廚師料理我們自己帶來的食材 你好 這塊磨龍上夫肉麻煩幫忙料理一下 謝謝 OK 叔叔 你是怎麼知道這裡可以請廚師做料理的呢 10年前我來參加比賽也是來這間餐廳吃飯 但我吃了兩天的螺絲 才有人告訴我可以這樣子做 幸好10天後這家餐廳還有在營業 原來是這樣啊 乾脆 所以兩天螺絲 螺絲不會掉嗎 由於第一天賽程結束比較晚 大家都餓了 所以魔龍上腹肉很快的就被吃得一乾二淨 酒足飯飽之後 大家就回到了旅館準備休息 今天大家都累了 待會就好好的泡一下澡吧 YES 今天累了那麼多汗 終於可以泡澡了 這裡是分成藍湯女湯的公共浴池 所以管家你就負責帶著公主們去洗澡 我則帶小蛋哥和小白蛋他們去洗 OK 走吧小公主們 我去幫你們抽杯 那我們也去舒服的泡一下澡吧 好 走吧小白蛋 下一集 女湯福利 以及管家的秘密 敬請期待囉